在日常比赛和练习之中 坏手线的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 而且手线也是我们剑击手 这么多样装备之中消耗量最大 今天我们会试试和大家 一起解构一下手线坏的原因 如何知道它坏什么 最后希望可以教大家如何维修 不用一遇到坏了 就丢掉它10桶 如果大家在剑击上面遇到不同的疑难 欢迎分享给我们或者留言给我们 我们一定尽力去解答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三母线Sans Buddies 对了 分享和赞给不同的人 无论他是不是剑击手都好 都可以分享剑击的知识给他们知道 大家好,我是陆教练 大家好,我是来自华文艺记忆 中科目科,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了嘉豪一起和我们 去解构一下重劍手线的问题 桌面摆放了四条有问题的重劍手线 我们会逐一去解答一下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首先,嘉豪带了第一条手线出来 到底这条手线什么问题 突然间一公布的时候 整条手线都飞了出来 两条手线 好了,就这样 整个重劍手线 其中一边就这样分插出来 整条手线脱了出来 我相信大家也会试过 整条手线脱了出来怎么办 不要紧 我们试试把它装进去 好了,开始之前 大家不用担心,很简单 不过我们要试一下 用什么工具 需要什么工具呢,嘉豪 需要相模式的工具包 里面的带螺丝批 螺丝批 通常都是一字批 然后需要一支小的螺丝 因为里面可能有一些小零件 需要一些小小的螺丝 螺丝批 还有一个测试器 基本上这几样东西 还有一样 剪刀 剪刀一把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维修你的手线了 好了,我们开始的时候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盆 一会儿拆掉的零件 就可以放进去里面 就不会弄到四周都不见了 现在我们了解一下 重键手线的结构 其实重键手线是很简单的 两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它是三条电线连接 开了两边的插梳 而两边都是相同的 那我们摆位的时候 最重要是摆回相同的位置 就已经OK了 大家打开重键 都会很容易清楚分辨到 这三条的插梳 其实它们的阔度是有不同的 有一条是阔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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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我把这条记录了 一二三三个数字 好了,我们看了这三条一二三 之后 我们要对回那边的一二三 那家豪试试试找回那边的一号电线出来 我们只需要顺着一号摸到另一边的尽头 哪一条线是? 最左手的哪一条 那你现在在那条线上写回那一二三 向上 写回那一线 黏着旁边的两条就自然是二三 写完 好了 好了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条线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开始拆开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们要将这三条电线 摆回到这个插梳里面 对不对? 好的 好,交给你去拆里面的东西了 好 那你拆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摆回到这个盒子里 那这个盒子里 好,现在已经拆开了这个 在前面和后面都解开了 那我们试试打开这里来看看 好 好了 那看了之后 就会看到这里有三支 其实它是分开了的 那这三支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拌乱了也是不要紧的 那我们找了一个出来 好了 那这条东西是怎样的呢? 这支东西呢 其实我们是将这里的一些铜线 其实它是每一条喉管里面 都是有很多条的铜线 一起捲在一起的 好 那我们就要把它拆回去 舍回去 那我们尝试 那我们尝试 将这个铜线 慢慢把它裂平一点 好 因为它夹在那里的时候 夹得久 它就会有一些断了 所以就会把它裂好 好 那有时候 或者它因为夹得多 断了 短了 会 那你夹的时候呢 就会不容易夹 那我们呢 就可以一次剪掉它 都可以的 OK 好了 那我剪一次给你看 好了 那我们先拿平它 一次剪掉它 好了 好了 剪了之后呢 就会把它剪掉了 那我就会把它 剪开了少少 那我不会一次过剪掉下去 剪少少 然后把它拔出来 就看到这样 是不是 然后我们用手指去扭一扭它 现在就很漂亮了 OK 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插下去了 那它这个呢 的方法呢 是怎么样呢 就是它 用一支小的一字螺丝 在它尾部那里呢 有一粒螺丝 是扭了 是扭了进去的 好 那我们不需要扭它全出来的 只需要扭了它 开开这个洞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将这条铜线 穿过这个洞 刚刚穿过去就行了 不要穿过这么多 刚刚穿过去就行了 不要穿过这么多 有得它不要突出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扭固住它 夹住 刚刚你穿过去的那条铜线 这样它就会夹住在里面的了 OK 那我就完成了一个了 好 三条电线搞定了 是吗 好了 1 2 3 搞定了 完成后就可以装进去 在这个胶盖里已经放好 已经有关掉三枝坑的坑位 其实这样放进去就已经可以了 我们就要对一 二 三 到底哪一条打哪一条 刚才我们在这边marking的时候 一 二是粘在这两枝 三是分开这些枝 我们在这边放的时候也是一样就可以了 三是分开这个 然后再放好这条线 一 二是粘在一起的 盖住它之后慢慢调整它的位置 按住后我们就找回刚才那三粒螺丝 我们先看看这三粒螺丝 我们有发现它的长度是不同的 短一点这个其实就是放在下面的 长一点这两个就在上面的 我们看看到底哪一边才适合呢 有一边是六角形的 六角形的就是放在绝母 另外圆形的就是螺丝进入的位置 那我们首先把绝母拍在后面 先按住 OK 然后反转 把短的那粒螺丝 是不是短的 短的那粒螺丝 先插进去 对了 然后扭它 我扭了这个给你扭其他那些 对了 不要扭到太实 因为这个是胶的 你不断拼命扭它 它就会扭爆它 OK 好 另外那些胶给你做 OK 好 那我们这样其实就做完了 好了 那拿你的测试器出来测试一下 我们是不是搞定了 OK 好 如果你是用我们这一款的 双向性的测试器 你重劲手线 只需要两边插进去 看到红色和绿色灯都亮 那就已经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做完一条了 那大家刚才对于摆位那里 应该没什么特别大问题 的了 记得呢 你自己marking 到底一二三号位置 在哪里就OK的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看第二个情况 是什么了 那我们现在试试看第二个情况 很多时候呢 未必是这么明显 整个掉了 对吧 那我们整条电线 明明那个样子是好好的 但是又用不到 是 那到底为什么呢 那我们就可以呢 只用这个测试器呢 帮我们去辨认一下好吗 那现在请你拿另外一条出来 看看到底什么事了 好 我们看看 大家先看 插进去之后 今次我们只看到一条红色灯 而绿色灯是没有亮 对吧 OK 好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呢 因为呢 绿色灯呢 其实它就代表 迈一点这两条线 迈一点这两条线 而红色灯呢 就代表 开一点那条插数的那条线 OK 好了 所以如果它现在插下去的时候 是绿色灯不亮的话 那就是说 迈一点这两条线的其中一条 就脱了线 是的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原因去测试一下 那我们呢 这个看到这条线呢 其实根本就已经是 裂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弄掉了 弄掉了 好 好了 那弄掉了 我们试试拔一弄 轻轻力拔一下 看看这些线有没有掉的情况 这边就没有东西 一拔就掉了 对吧 这个轻轻力一拔 这条线呢 这条线呢 就已经脱了出来了 而的确这条线呢 是属于 属于 这两边的其中一条 OK 好了 那我们现在同样的步骤 都好像刚才那样 拆开它 然后夹这条线 这条线呢 因为不同的电视 有不同的厂商 那这条线呢 那这条线呢 跟刚才那条线呢 是有点分别 刚才那一支呢 是由下面呢 有粒螺丝扭住它的 但是这一支呢 那支呢 那支的粒螺丝呢 是由旁边去扭住它的 那所以呢 这条线呢 这条线呢 就会由下面的洞里穿进去 螺丝由旁边去扭住它的 OK 那我可以看一看了 那你们就有眼睛扭住它 扭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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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才这一条呢 就也都整好了 那我现在试一试 到底是不是可以了 OK 那都是拿回 刚才那个测试桌子 然后呢 两边拆下去 那看一下红色绿色 是否都穿 那你展示前些 对了 好 红色绿色都穿了 好 OK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呢 我们拿了另一条电线 是不是 那这条电线呢 外观上都没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试试插进去 那个测试桌子那里 那里 那这次呢 大家可能都应该估到了 那这次呢 那这次呢 大家可能都应该估到了 那就是 嗯 嗯 是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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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开启部位的电线又出现了问题 我们立即看看是否有问题 现在我们用手拿着这一条 又是另一间厂商出出的手电 结构又有点不一样 不过不用担心 通常里面的结构是一样的 只不过电线薄的位置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这张开粉盘的手指就比较方便 不需要拆那么多螺丝 所以需要把这个东西擦开就可以了 你试试我擦这边 看看哪一边出现问题 直接把整个套子脱出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三支插酥的情况 好了 一拆开我就看到有一条已经脱出了 大家看看 看到这个是脱出出来的 这样就需要扭螺丝 然后这一边拆出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看这条面 可能因为脱出了 对了 脱出去了 OK 好了 所以这构是旁边这一条 这个很简单 可能很容易就做好了 因为它有支螺丝在下面有支针 拆住键子 拆穿了胶头 就可以做了一个道电的效果 简单很多 那你只需要拆开它到箱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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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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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試一試看就不行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來到最後第四條 那你第四條通常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 發覺那個樣子沒有問題的 而拆開了之後 覺得裡面的電線 又全都是 博住了 但是就是不著燈 OK 那我們試一下這些不著燈法 那通常這種情況 就是電線裡面 是 斷了 OK 那我這個未必是眼可以看到的 但是我們都可以有些方法去看一看 到底哪條電線斷了 OK 那一般來說 因為你戴那個手線 這邊呢 手線不是戴了出來 包在手套裡面的 你動來動去 那手線和那個出來這個位置 就很容易經常地有摺曲 那裡面的銅線 就會摺來摺去 那裡面有很多條也好 都會摺斷的 那所以呢 那你就可以試一下動一下這些位置 看看哪一邊是特別柔軟 好像鬆鬆的 這樣 這樣 這樣做一下 感覺一下 就發覺這邊 你看看這個 挖一下 這樣 現在我挖多幾下 就出現問題了 整條線在中間 就已經凸出來了 那首先我們呢 就解開了 好 拆開了之後呢 你就會發覺 其中這裏 中間這一條 對 你先用這個 兜一下 兜一下 給別人看見一下 這一條呢 是完全地摺了出來 我現在試一下扯了 好了 是用力 就可以扯到出來 證明它在中間那裡已經斷了 OK 那所以這裏呢 就完全不可以亮燈了 好了 那我們剛才明明了一二三的了 現在呢 我們的方法就是 找回它斷的位置 那一塊 然後呢 直接就在那一塊那裏 剪掉它 重新再裝回去 好了 剛才剪完了之後呢 那我們又去到最原始的三條電線 剪掉了出來 那只需要呢 插回它 它這個 插鬚裡面 再重新放回它 它這個膠殼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完成了 那 跟剛才的 程序呢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四條手線呢 都維修好了 那分別呢 其實它們呢 都是斷了電線的 不同的位置 還有呢 脫了 跟那個插鬚脫了出來 鬆開了 還有呢 整個扣飛了出來 那樣 那都是一些比較常見 手線的壞的情況 那基本上呢 我們花了一點時間呢 都可以很快地這樣修好了 那今天家豪呢 和我們一起修 那你覺得修手線難不難呢 都不算太難啦 起碼 我們可以在家裡找到一些材料 然後又不用一些 很專業 例如 用一些腳 不需要用剪刀 對 剪刀就已經可以了 不需要用腳的 OK 那你給一點點心機 那你覺得最難的是哪一個部分 應該是將 在手線裡面的這些 黏在一起 就是 就是 不把他們在一起 就放在那個洞裡 再放在螺絲裡 因為 如果一條 很小的一條 飛了出來的話 就 全部 由頭頂過 然後 那就不行了 OK 我明白你說什麼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要將 那個 一條 一條電線裡面 其實有很多條 銅線 是綁在組成的 所以 當你剪開了它的時候 那些銅線就會發開了 那你再要插回去 再夾回去 那個插鬚裡面的時間 那些銅線 又可能會飛出來 就很難再放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 要給多一點心機 捲好一點 這樣就可以沒有問題 嗯 今天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 手線的知識 究竟怎樣做好自己的手線 對了 如果你對手線 仍然都有些困難 或者你做的過程之中 都有些疑問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一定會盡力解答大家的問題 希望大家喜歡 留意我們的 沙姆士Sam's Buddy頻道 下次再見 Bye